好 師傅 到屬豬的朋友了 有粒叫月德吉星 我記得你之前說過這粒是一粒勁的吉星 很好的 第二粒叫學堂星 屬豬在去年犯太歲 挺大件事 我很多屬豬朋友會發生甚麼事 很多屬豬的朋友會有腳痛 上年有兩個新肖的腳痛 就是屬蛇和屬豬 屬蛇十月腳痛 農曆屬豬是全年腳痛 要小心駕車 屬豬 今年過了犯太歲 屬豬會好很多 因為有月德星和學堂星 在全年的心情來說 是一個明顯大的進步 會好 月德的話就有貴人 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工作 對自己有信心就會有好事發生 因為上年犯太歲 對自己沒有信心 做好自己的工作 自己都會懷疑自己 今年因為過了犯太歲的影響 所以你的心情自然會越來越平靜 會知道怎樣面對的問題 亦都有貴人幫助你 學課課程的話 叫你讀書 自我增值 今年一个讀書好的gue 屬豬本身是聰明的 Joseph recognized 好 intertwining 我同様认 屬豬的人 本身都讀它很聰明 但為何是聰明呢 因為一吸水 是主 savoir 所以屬豬的人都很聰明 所以都是聰明的 因為屬於朋友都會懶惰 為甚麼 因為似著自己有聰明 到後來才做 所以今年有學堂升 不要浪費自己的思考 不要浪費你的聰明才智 勤力一點去考牌 去進修一下 今年你的學業 或者考牌升職運 自然都會考到 所以不要讓自己懶惰 在空升方面有小號升和死符升 死符是小人的病痛 不太特別的事 所以不用擔心 小號升是小破財 小破財就是熟豬的人又懶惰 又懂得飲懂得吃 小破財就容易發展 就是去喝飲食吃 不要特別大洗 不要亂投資 就沒有問題 所以熟豬今年是好運的新潮